来看台湾的企业现在专利逆势的成长 这是经济部智慧局公布今年上半年专利商标的申请概况 那么也来看看台湾的申请排行冠军就是台积电 总申请件数有375届 虽然说有下滑了13% 不过依旧是拿下冠军 那二岛五名分别是联发科、友达、瑞育还有洪基 那么至于我们就来看看外国人厂商的申请专利是如何 前五名是高通、应用材料、日东电工还有东京威力与阿里巴巴 那么高通的申请件数是304件 比去年同期倒是成长了14%左右 那么现在这一波因为疫情的关系 的确对很多的企业来说是大洗牌 像是电视的发展趋势也朝向了高解析跟大尺寸 所以国内的面板双雄在后疫情时代真的抢得先机 友达就推出系列65到85寸的这种8K无边框的超高电视面板 要携手三星打入全球的顶级市场 韩厂三星近年主攻高阶显示器 包括曲面与电竞市场市占逐年提升 背后供应商除了路场 台厂友达更是关键 不论是8K QD量子点或是曲面等高阶面板 友达走出自己的路 重点刚刚就是KY坦的这个整个平均的尺寸是拉大了很多 中国大陆它的面板大厂主要是充量 台湾的大厂主要是充值 那在质量的这部分来看的话 台湾在未来4K转8K这块的TV 或者是在IT这部分的显示器 坦白讲它会有比较占据比较大的优势 像是友达近来推出大尺寸8K无边框超高频占比电视面板 主打顶级家用市场 一年供给三星的面板出货量超过700万片 直逼路场京东方和华兴光电的800万片 另一家面板双雄之一的群创也走出疫情恢复动能 出货要居第一名 这两个月因为生活形态有一些改变 所以我们在电视然后影音家庭聚业 其实都卖得特别好 整体2020上半年电视面板出货量年间8.4% 面板也好不容易等到第三季价格走扬 再加上全球通路强劲捕获需求 有机会转亏为盈 再次新闻